我这次请你过来啊 就是想跟你商谈一下 风铃复合式开发案 你看 这是你们旅行社的一个小本 帮你升级的有相关资料 我都看过了 虽然只有短短的两条时间 可数据啊收集得非常完整 我看得出来啊 这个小导游啊 非常有心想要帮你 所以呢 我就给他抽了这么一个功课 要他来完成 给他一个帮助你的机会 小导游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成功了对不对 对吧 我那边又有交代了 谢谢你啊 小米屋 要兜着你的功劳 那没什么啦 我是女员工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 你这两天早出晚回 原来在忙这件事 对啊 你会真的好开心哦 可以受到别人肯定的感谢 真好 告诉我 赵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转变呢 这可是赵董跟小导游之间的很小秘密哦 那我要怎么感谢你这个小导游呢 下午餐 花果餐 发酵 热门料理 鸡丹 快点 快点 走吧 走过的海边 有吧 它可以做 那种简简单单的感觉 小小的爱 那我们大大的世界 我就只有个简简单单的心愿 希望来在你身边 幸福每一天 音词里面装满想念 它抢着海浪跳到你面前 我能看见你的笑脸 陪着我抱负我从不停歇 就是喜欢简简单单的点绝 小小的爱 我们大大的世界 我就只有个简简单单的心愿 希望来在你身边 我爱上那种简简单单的感觉 小小的爱 我们大大的世界 我就只有个简简单单的心愿 希望来在你身边 幸福每一天 不能然后往哪把简简单 每天晚上就像个简简单的感觉 渐渐辑 面上多代表 冷顾 aldae routes adhesive 来了来了 解放 快点 快点 少爷 哎哟 怎么喝那么多啊 她这样喝多少啊 呃 少爷你好重哦 完全正 en est 小姐 她到底喝多少啊 要命了 從來沒這樣過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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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 小心啊 哎呀 好 她這喝多少 來 生小姐 你先幫我照顧一下 我去幫她弄一下 背毛巾 好 還是不會喝醉 結果自己醉了一塌糊塗 被我逮到機會了吧 這是個大好機會啊 在罵我小迷糊啊 在說我是小迷糊啊 什麼 大聲一點 我聽不到 你在罵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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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大笨蛋 你這個大壞蛋 你這個壞蛋 蛤 不行 罵我了吧 沒有辦法罵我了吧 趁心的好好的 要不然以後就有機會了 不這樣子用 好可愛哦 媽 媽 我想你 媽 我想你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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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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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睡啊 有沒有一杯咖啡 好啊 來 幫我拍一袋 好 還剩你一袋 謝謝 不客氣 喝喝看 我煮得不差 總經理 總經理 跟他媽媽感情應該很好吧 你怎麼突然問這個 閒聊嘛 沒說啊 夫人在我們家少爺的心痛地位 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可是 她剛剛一直說想媽媽耶 現在這個夫人 不是少爺的親生母親 那 親母對她不好咯 嗯 婆婆 你不要誤會 夫人對少爺很好 只是少爺一直沒辦法 忘掉自己的親生媽媽 怪不得 她總是表現出一副堅強又冷酷的樣子 真愛小姐 嗯 其實你仔細觀察我們家少爺 我會發現她是一個跟保溫瓶一樣 萬惹內熱 而實際上她是一個寂寞又空虛的男人 嗯 老爺的事業又過於繁忙 那少爺跟這個後來的夫人呢 又講不上話 所以每當少爺想要得到關愛的時候啊 她真的不知道該跟誰去說 所以時間久了久之啊 她連她自己內心最基本的渴望都忽略了 那 她親生母親呢 老爺跟夫人離婚了之後啊 少爺就被送到國外讀書 也因此啊 跟媽媽斷了音訊沒有聯絡 這造成她的遺憾 所以少爺現在還在想媽媽找到媽媽 難怪 她那麼珍惜那支卡通錶 沒錯 她一往前夫人的東西不多 就只有那支卡通錶 所以她很珍惜她 如果這時候啊 你可以填補她的空虛的話 好 謝謝你的咖啡 不客氣 晚安 晚安 妳剛剛不是會喝咖啡嗎 我會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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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討厭耶 還會想起媽媽 可是 我连妈妈长什么样子 都记不起来 我想妈妈 她一定长得很漂亮 跟我一样 她也一定很温柔 我跟她一样 这是给你姐酒喝的 谢谢 妈 客气 我昨天 你先说 你先说 我昨天好像喝醉酒了 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谢谢 我有没有做些什么 有 我做什么 想不到 你根本就是个衣冠情受 不可能 就算我喜欢你 我也不会对你有非分之想 我知道了 反正 我就是个没有魅力的女人 这不是我意思 你还想说 我 其实你很有魅力 你越描越 没有 嘴巴沾到了 等一下 这是抹布 抹布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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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看 anything 的 不要一直打电脑 眼睛会累的 吃点饼干休息一下 谢谢 我脸上有什么不对吗 老板娘 我看你气势不太好 累得应该是你吧 下次换我煮咖啡给你喝好了 你会煮咖啡 当然没有你煮得好 所以才要拜你为师 学习你的手艺 可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说我这个笨学徒了 哪里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已经来过好几次 什么都没看过你的家人 曾经有过 都过去了 想太想了 你呢 你的母亲应该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吧 可是在我八岁的时候 就破失了 对不起 我让你想起伤心的往事 都这么多年了 已经不会伤心了 只不过偶尔还会失眠心的样子 思念也是会让人很煎熬 难道老板娘你有思念的人吗 每个人都会有一两个思念的人 咖啡凉了不好喝 快喝吧 老板娘跟周女士 情同姐妹 我想她应该也是你思念的人吧 她呢 是个既单纯又帅直的人 最大的心愿 就是可以跟心爱的人 共处一个美满的家庭 然后相夫教子 过了最简单最平凡的生活 难道她没有完成到心愿吗 一生中 每一个人的功课都不同 越是简单的 就越难完成 你 我 周雪晴也不例外 准备监制 老兄弟 您 虽然您给了我底标 案子我也帮你标到了 可是赵董又给了 柳信和新的开发案 那我也帮不了你了 希望 好 我知道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副总 魏杰 你现在很久了吗 现在休安 你最近老是心不在焉的 工作缺乏效率 小心你副总的位置 迟早被人换掉 你这是在求我吗 明照我心里在想什么 还不意逗 你整天想的总经理 我不逗你 怎么转移你注意力 我的心事 只有你知道 从小我最依赖信和 长大以后 在我懂感情 我就发觉我爱上信和了 我跟他已经不再是兄妹情了 感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你不说他怎么会明白呢 我相信信和他会爱我的 他只是无法抢开心胸 接受我的感情 爱情不是一厢情愿的 所有的事情 会到达成目的 都要用点手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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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成本一定会提高很多 嗯 想法很好 这是很人性化的服务耶 更何况客人会因为这样体贴的服务 而常常来消费 这样对公司的商与也是很好的帮助啊 我没有说你的想法不好 我只是说我们要认真列入的考虑 如果觉得好的话 那就把它直接列入企划案里面 况且跟赵董事长提出来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不好啊 他反而觉得这是很好的意见 很有国际观 现在我在负责 不要拿赵董的意见来压我 如果没有新的想法 都是他的想法 那找我来做什么 如果是好意见就要接受 我知道我对生意一窍不通 但是我是在消费者的立场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些设备才会周全 对 我们不只能考虑上设备 各方面 议算 成本 都要考虑的 所以你现在是说我不能面面具道了 我不要为了这件事跟你吵架 你看 你看 你害我连一点想法现在都没有了 自己没有新的想法 怪我 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出去 哎 少爷你不要这样嘛 大家好好开会嘛 大家 必须 我知道我在零星里面 只是一个迷糊的导游 正安小姐 她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不开了 我不开了 正安小姐 不要这样嘛 正安小姐 不开 你不开了 我也不开了 少爷 少爷你们回来 你们对我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我一个人跟谁开啊 自己开就自己开嘛 赞成请举手 赞成 反对请举手 反对 好 刘慧 解散 散 等我 不开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